字幕提供 哈羅大 大家好 我熊 我秋 這次來處理一下 三角台歪掉 還有離球器抓不住的問題啦 將個皮都放掉 切成最後一竿 切成頭 兩邊切成 切成後 露出 切成多ria 調露出 OK 我剛剛已經把這個三角台整個拆下來 那我發現它這個三角台是鬆的 你看我用手就可以轉動 正常不應該這樣啦 先打開來看看好了 總之我還是換一個良品三角台上去看看好了 Bingo 三角台是歪的 但是我不確定車架是不是也是歪的啦 但是三角台是真的有歪啦 然後就是雖然有點不明顯 不過裝上去之後就還蠻明顯的 然後用攝影機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肉眼是看得出來它是有歪歪的感覺啦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三角台換一個 一定是正的良品上去吧 其實不瞞各位說 其實這個肉眼就看得出來這個車架是歪的啦 但沒關係啦就先裝上去試試看看 但是我猜八成還是歪的啦 總之我只能確定是我這個三角台絕對沒歪啦 所以就裝上去吧 管它的 那樣就順便把我之前做的這個配件裝上去吧 這是自己做的啦這個外面沒有人賣 那我也不確定它能不能用啦 但是我合了一下應該是裝得上去啦 可惜可賀 OK那我剛剛發現我自製的這個東西會卡到啊 所以就先拆掉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直接保留在車上了 但是也沒差啦 因為如果要裝這個的話就是裝整流罩的時候了 然後這個可能還需要一點改良啦 就先放著吧 可能還需要一點簡單的小改良啦 這個之後再慢慢改喔 那我剛剛試過喔 其實我這樣直接看我覺得它還是歪的啦 用眼睛看就覺得它是歪的了 所以說應該是不用抱持著太大的希望才會變正常啦 那現在就直接把全部東西都裝回去就好了 好啦那我換好三角台啦 那換完三角台的確很明顯的感覺就是有比較正啦 可是它還是歪的 所以它車架就是歪的 那這樣騎是有比較正啦 因為之前是會很偏就是整個就是 大概左手跟右手會偏了大概 五公分六公分左右 現在大概只偏了三公分兩公分左右 是有比較好一點啦 OK我是未來的紅火球 三角台在我多方面調整之後 現在的狀況變成了這個樣子 就是三角台看起來是非常的歪啊 但騎起來是正的 放手呢基本上也是正的 所以應該算是修好了吧 不過目測起來真的超歪的 好啦不管了啦 就先這樣子騎吧 再來呢我要來處理一下離合器 基本上呢就是上次沒有裝好啦 所以這次要再拆開來調整 不過發生蠻多悲劇的就是了 好啦那我現在呢 要把它重新打開 我要調一下那個離合器鍵隙啊 因為離合器鍵隙不小心 已經被我調的太爛了 所以我要重新調一下 所以現在就要全部拆開 那我剛剛拆到一半就發現 我的那個採發桿又拆不下來了 看來它會卡住就是它的命注定啦 那上一集呢我就已經把我們追風的 車殼稍微補起來了啦 那那個尾殼的部分呢就 因為它真的太破爛我也不想補 反正有新的可以買我就 然後就之後再說吧 然後目前就是除了土礎以外 還有尾殼以外 所有的車殼都換成了 有重新處理過的啦 看這個你看 漂亮吧 但是它裂掉了 這是新裂的啦 之前沒有裂掉說 好先放旁邊吧 那我現在呢就是要再把這一片拔開來啦 那一樣就是慢慢開吧 怕的一車很快啊 那其實已經過了兩個禮拜啦 我記得三個片段好像講到我要調整離合器齁 那調完離合器鎖上去的時候 就把這個鎖斷 對那好險是還拿的出來啦 是頭斷掉 然後裡面這個還拿的出來 代表它可能原本就快斷 可是剛好就被我鎖到斷掉啦 那我本來想說要趕快去找一個螺絲 來幫它鎖回去的 不過我發現它是特殊規格的螺絲 所以我就到處去問人家 那發現大部分人都是推薦我 直接去螺絲昂配一配就好了啦 那所以呢 我就乾脆直接自己弄了一個這個螺絲出來 但是因為我剛才說它是特殊規格的嘛 所以墊片的洞是重新鑽過的 那螺絲我也是隨便找的 沒有找的跟原廠一樣 但是應該是可以用啦 總之呢 雖然是怕的一聲很快 不過我已經拖了兩個禮拜了吧 好那現在呢 就是把它裝進去 然後平均鎖進 要把它蓋回去 看我們的離合器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啦 看我們的離合器有沒有比較正常一點啦 好啦 睽違兩個禮拜中 要把這個蓋子蓋回去啦 喔嘿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去測試吧 那基本上我的電片也沒有裝啦 然後齒輪油也沒有裝 不然因為我只是要測試而已 那會很大聲喔 那會很大聲喔 好 這個相機啊 沒有裝好 那我們就去測試一下這個離合點 就不對啊 好久沒有發動 不知道我們就把它發動 玩得多錯 剛剛有點漏 零件沒有裝好 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喔 我已經重新裝好了 啊 呲出來 一個手兜貼 OK!那我現在這樣就調整好了 那還是...狀況還是不錯啦這個引擎 那也是因為裡面沒有齒輪油的關係啦 所以跟他打擋打不太到 不過我主要是要看那個離合器的鬆緊度可不可以 那我跟他調過的時候也是可以 雖然是上上禮拜調的啦 然後他的螺絲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目前看起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之後整修當然會全部換掉啦 那現在呢就是要去買墊片 把它裝上去 因為我墊片已經沒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把齒輪油灌進去 這樣就可以繼續騎乘 繼續整理這台車了 好囉 又過了非常非常久啊 終於去買這個墊片了 這個墊片不是150啊 是200塊啊 喔 好貴喔 不是貴不貴 問題是很多我都沒用到啊 像是 反正就是很多都沒用到 那現在就來把它裝上去吧 好啦 先把這個蓋子打開啊 上次也都測試過 是正常的 然後就直接裝上去就好了 既有幫不一樣 就先不管它了 所以代表之後還要開的話 還要再去買一次這個墊片 200塊 200塊這樣花 再把它裝上去 OK 那把它固定上去之後呢 再用對角鎖的方式把它鎖起就可以了啦 那當然不會建議用這種鎖啦 會建議用那種比較強力的起子頭去鎖 這種的話可能就不夠強力 鎖不緊 怕會漏油啊 然後就用這種比較強力的起子頭把它鎖緊喔 OK 這樣子引擎就裝好了 那採發桿就先不裝了啦 因為每次裝它都會卡住 等我確定沒有問題 只有再把它裝上去 這顆引擎應該之後也會拿去重新噴吸啦 應該啦 應該是很久很久之後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加機油進去 然後去測試一下吧 灌機油的時候要先記得看一下 謝爾羅子有沒有鎖緊 像我這個就沒有鎖緊 好險我記得 這個 這個 我身上去 油 nic 油 OK,那我現在就稍微巷子裡面隨便騎一騎啦 那總之目前試起來呢 我三腳台看起來是歪歪的 騎起來已經沒有之前那麼歪的感覺了 大概就是我終於把我的離合器調好了 所以離合器現在感覺是比較正常的 總之這台車就比較正常一點了啦 這是哪裡啊,我準備亂繞的 好的,經過這次的最終調整之後呢 目前應該就是能正常騎乘了啦 當然還有很多小東西小問題要處理啦 好啦,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你留言、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機車相關、汽車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還有我們的影片 我們先不打算